好 非常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不过尽管不能把消费跟经济成长画上等号 但是涨价四月天 还是成了行政院长陈冲 今天在立法院备巡的焦点 超野立委不约而同的讽刺官员 成了麻痹和睡觉的官员 还有立委追问 面对民怨高涨 陈冲有没有考虑要下台负责 油电双掌导致大部分的民生物资齐声寒涨 蓝绿立委看不下去 我们整个行政院的这些小组 是睡觉了 还是他们真的是麻痹了 不晓得要该怎么做 没有全部往上涨 我们对用户家调查 我们是持续在进行的 我们一直到今天 才看到行政院说 要约六大卖场 哎 院长 不是六大 不是只有六大卖场的问题 而且也不是只有这六大卖场 跟什么两个要局的通路的问题 是全面的问题啊 院长 我们处理物价 其实还是要尊重市场机制 在尊重市场机制下 我们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陈冲强调 政府按照一定步骤 在评议物价上涨 成效怎么样 还要观察 不过立委提醒陈内阁 要注意后续影响 尤其是对弱势团体的照顾 另外又保费 认真他不能够去救医的那个事情 就会重新发生在台湾 这个社会救助 我们会很深深的评估 当油价电价长的时候 如何来透过一个机制 给这些弱势族群一定的补助 不到两周 全国啊 发生了 14件的自杀案件 造成19个人 失去生命 院长 这是政府杀人 院长 我认为啊 这些人民用生命啊 对马政府投下最沉冲的 不信任票 政府针对人民 针对生活苦苦 针对人民 因为生活苦苦 而心止自杀 我们当然不希望太好一下自杀 自杀让我很心痛 立委要求陈冲拿出政策解决 否则就考虑下台负责 那院长 突破3的时候 你要不要下台 院长 事业令突破5的时候 你要不要下台 我们会维持 GP人之后为目标 因为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 这是很严苛的挑战 院长 就好像林苏豪说 他每一场都要得50分 这是很严苛的挑战 林苏豪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是以一个比喻 立委的炮声 民众的反弹 都将是陈内阁 最严峻的考验 心疼你是这么倒 好 好 好